New P7 哈喽 奥QLAB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布林 新年新气象 今天布林带大家来看一下 小鹏新P7 刚看到这款车啊 我猜你是不是要说 乍一看 这个除了颜色和老款 也没有什么区别嘛 确实啊 说到颜色啊 这一款新月银和另一款新机率呢 是这一次小鹏新P7新增的颜色 其次啊 我们不难发现 新P7确实是保留了老款 像这个比较优越的造型设计 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然后还有这个 基于110毫米厚度电池包 打造出来的超低重心 包括这个0.297的高长笔 等等特点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一起来找插环节 首先我们看这里 好像设计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我们看这里 有变化了 一边一颗 一共两颗激光雷达和大灯 做了融合设计 在经过这样的优化设计之后呢 视角盲区是肯定会缩小的 并且远光照射范围提升了20% 来看看这里 其实这里的变化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啊 它还是采用了19英寸的米其利轮胎和 Bremble的卡钳 但是呢 它的轮毂造型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之前的这个分叉呀 是比较小的 和现在造型对比起来呢 确实会显得有一些小夹子气 而且现在这个银色和黑色搭配在一起啊 也会更加具有层次感 再来看看这个后排车门 这个比较硬的腰线这里啊 没变 但是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里过渡的线条 和前门这里过渡的线条 没想到吧 它变了 它现在新款的这个腰线啊 整个从软到硬的过渡呢 会更加自然 对比老款呢 看上去也会更加完美 看我发现了什么 这个设计师肯定是有点强迫症在的 看这个尾灯 为了和前面的大灯呼应啊 它是从原本的只有这么长 增加到了这么长 来看看这里 增加了8毫米 但是是不是看不出来 那我们再看完这些细节型面上的优化呀 像之前提到的软硬过渡更加自然 尾部更加饱满 包括这个尾灯和大灯呢 也是前后呼应 我供过着这回设计师对自己的成品 应该是非常满意的了 看这里 是不是以为是一个传感器 但其实它是电动尾门的开关哦 因为这次新脾气啊 增加了电动尾门和脚踢感应 不仅电动尾门的透明解决了 这一次还全系标配了四扇电锡门哦 刚才给大家演示电锡门的功夫呀 我赶紧偷瞄了几眼 发现小鹏好像把祭酒的座舱搬进了新脾气 你可别不信 快和布银一起进去看看吧 一打开窗门 我就哇塞 相信大家对于之前小鹏 新内饰出料感都心知知名了吧 那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拉斯的金属纹理 还有包括这次新增的叫做 气宇辉的内饰主题色的点缀 是不是很不错 来到主价之后呀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明白 为什么我说它像季酒了吧 首先看看 同款的方向盘 相比老款呢 它的握感会更好一些 而且就是你摸起来会感觉更加厚实 听说啊 这一次悬架方面 也进行了一些像减震器调教等等一些细节上的优化 再加上这一款方向盘啊 驾驶质感肯定是有提升的 有一些小期待 另一个我说像机油的地方呀 就是这个中控扶手箱啊 看同款的无线充电板 背甲还有相分系统 那这个无线充电板 在老款的P7上 其实位置是有点不太符合人机工程学的 现在确实是好多了 并且呢 它下面流出来的储物空间啊 和现在很多新势力车也保持了同步 除此以外啊 我觉得中控这里的线条边缘呢 和老款相比又会更加精简一些 这一次新P7的座舱芯片啊 升级成了8155 而且呢 它使用的是XmartOS 4.0的智能车载系统 虽然说啊 屏幕的尺寸和数量都没有变化 但是车机交互肯定是提升非常明显的 新P7啊 那是这次用到了很多NAPA真皮的包袱 那来到后排 我们会发现就是坐姿势明显变舒服了 而且呢 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坐垫的长度 增加了25毫米和这个靠北 增大了一度的原因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现在坐在后排 看前面视野也会变得非常宽阔 看小鹏新P7啊 把这个头枕音响塞进了肩部 那老款的这个环抱式的头枕音响呢 虽然说对于前排乘客非常友好 但是确实也是遮挡了后排乘客的视野 现在视野变宽阔了之后 还会给你一种车内空间增大的错觉哦 看这里 这次新P7啊 也支持四音区识别哦 覆盖的场景更多了 而且这次也采用到了7.1.4的声场 可以进一步加强 环绕式音乐坐舱的体验 是不是很不错 带大家一起看完外观和内饰 有没有觉得这次新P7的升级真的很给力 不仅如此啊 这次新P7还搭载了全新的电子电器架构 在辅助驾驶方面啊 包括车头的两个激光雷达在内 全车一共是31个传感器 而且MAX版本还搭载了双ORINX的芯片 这一波硬件也算是跟上主流了 这一次小鹏采用的第二代视觉感知架构 和第一代相比呢 利用XNET视觉神经网络 去取代了较为反复的人为处理逻辑 能够同时获得像斑马线 这种静态物体的三维信息和 小货车啊三轮车这种实时运动物体的四地信息 同时啊它可以生成实时的高精度地图 就是去达到全场景覆盖的目的 而且呢为小鹏之后 其他的最大功能的开放也做好了准备 那由于本身平台的局限性啊 小鹏新P7的充电平台呢 还是只支持400伏 小鹏新P7呢会在3月和大家一起见面 这里悄悄说一句 之前小鹏一直被大家吐槽很乱的SKU呢 这一次也会精简很多 至于其他更多的信息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记得一见三流哦 拜拜啦